大家好 我是禮貝 這是我們的新頻道 訂閱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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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禮貝 大家好 我是阿康 為什麼要學我講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新頻道 喔 都集集了 它的新頻道 今天要幹什麼東西 今天在家我們來拍拍日劇 我們上次介紹日劇已經是去年了 對啊 因為想說 就看日劇的人好像不太多 我覺得如果能夠因為這樣 然後讓更多人喜歡看好像也不錯 哇 這你們還是大力推提一下日劇 賣個看什麼那個XX的劇 什麼XX的劇 沒有了 熱熱等 日劇就是見好就收 它就是你在什麼好看頂多十幾 十一十二 見好就收 別人被拖 你收視率再喊還是十幾收掉 比較適合我 一直看 一直看 然後日本美亞比較爽心悅目 講話比較爽心悅目 這就是他個人喜好 但我覺得帥哥也蠻帥的 來 我們要推薦的是 從上次我們拍到現在 這一年最推薦的日劇 去年沒再繼續拍 好像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日劇也很亂 有些可能一半就沒了 然後夏季春季全部都混在一起 真的拍一半就沒了 腰斬就不見了 對 你想再繼續看沒了 沒有啊 沒有要拍了 很酷 去年有點亂 對 那我們大概整理了一下 去年跟今年啦 我們覺得不錯看的 十五步 十五步 本來想挑十步 但太難了 太多了 因為就是很難驅逝 因為我們每一季 每一季大概都追十幾步 對 所以我們一整年追了六七十步有 不誇張 真的六七十步 真的有 晚上都沒在睡覺 因為一擠才四十幾分鐘 有個二三十分鐘 對啊 很快啊 這一年的日劇的特點是很愛拍續集 嗯 很多好看的續集 很多好看的續集 這邊就不列入那十五名以內 對這因為他原本就好看 續集一定也 還是好看 隨便講個幾步 半哲直樹二 這好看 有看過第一季的 可以接下來看第二季 金莊律師知田女二的 這也蠻好看 第一季我覺得蠻好看 也是第二季了 他拍了十幾集耶 他跨越好幾季 他拍了十幾集 沒有他中間有停了一段時間沒播 因為疫情停 沒播 然後後來又 突然又多了十幾集 再來是派遣女王二 第一我沒看 他餓還是很厲害的派遣員工 那是因為這樣 所以讓你想一直考證照嗎 對他就很多證照 他那證照 啊你要做什麼證照 每一集都出現一個什麼證照 對 再來是 牧村拓哉 巴遣公 身邊的警戶人 就是保鏢啦 保鏢的故事啦 第一集跟第二集都蠻好看的 再來也是重拍的 華麗一族 也是牧村的 依偎也沒看 華麗一族是 十當了吧 牧村拍過那是經典 然後後來今年是相景禮 那天有記他們又重拍 對 相景禮演牧村的那個 對 再來還是沒有牧村帥 嗯 再來是經典中的經典 冬大特訓班 就是龍林 第二季二季 這一季剛結束 但是他這次學生的演員就差強人意 好像之前的學生來當老師了 沒有 也只有長者雅美回歸 你三下之久都沒回歸 嗯 還有你們新元節音也沒回歸 以前第一季也太強 第一季的學生這種太強了 還是他們那時候也還好 那時候就已經不錯了 剛起步都不錯 可以啦 但內容還不錯 內容還不錯 這幾部都是續集 那接下來 這一整年來最好看的15部 其實這排名有一點難排 嗯 因為我們兩個的口味也不太一樣 對 第15名 MIU404 404是刑警劇啦 刑警劇 日本最愛拍的每一季都一定有了刑警劇 但因為主演是那個 新演員跟林野剛 但現在新演員是草人豔的 因為他 男生可以跳過這一部 但林野剛不錯 一個很乖乖的 新演員是演很乖乖的 一個比較皮的 有點像皮子英雄的感覺 對 就差不多那種概念 我喜歡看刑警劇的看 喜歡看帥哥的可以看 第14部 默默奉獻的灰姑娘 藥師 他主要是因為 是十元 十元聰沒演的啦 對不然真的是不好看 沒有他不好看啦 他裡面演員陣容是蠻強大的 是沒錯 我覺得我會推薦他是因為他很少會演到藥師這個角色 醫療劇比較少從藥師的角色出發 藥師怎麼在醫療團隊裡面扮演他的角色 最近疫情影響大家去看一下這醫療劇是藥師的角色 但十元聰沒就在演的戲 他沒挑 剛結束的那一部也是跟林野剛的 剛才不演那個插花的 你對他期待太高了 第13名 維顯維納斯 欺負慕充跟這個極高油理子 他比較像懸疑劇 會挑來看純粹因為極高油理子 我是因為極高油理子 那我是因為一開始就是跟他一起看 看了覺得還蠻不錯 我覺得他很酷的是 他是那種殺人就是要找出犯的 但他到後來因為有幾部 你可能看了前面就大概知道 猜得出來兇手是誰 但他你看到最後一集 還搞不清楚兇手是誰 第12名 閨禮合演 Red Eyes 就是在講說 也是警察劇啦 他們那個團隊專門用監視器在破案 全日本不滿的監視器 怎麼從監視器找出複絲馬跡 這也是另外一個不同的 比較特別的角度 不是什麼 我們是形式一顆二顆 對不對 主要是因為 VB也在看閨禮合演 覺得很帥 喜歡閨禮合演一定要看 第11部 認識的妻子 是廣賴愛麗絲跟大昌中藝人的 這一部我覺得Mamiya 其實我想給他比較前面的名次 我覺得他應該有前五名 對他跟Mamiya 可是他的演員可能還好 大昌中藝是傑尼斯耶 不要那個臉 你會得罪傑尼斯 他算是比較資深的傑尼斯團體 不是我的猜 而且他是韓劇改編 他的內容真的很棒 我看完還知道 我們那時候一直追 我覺得真的很好 很好看 結果後來我跟他說 我跟你講 這是韓劇改編 還沒時間 瞬間掉到第11名 但他內容很酷 就是有夫妻嘛 然後相處久了 一定會吵架 然後他老公就一直覺得 我老婆怎麼這樣 然後我如果換一個老婆 會不會更好 然後就覺得他回到以前 然後跟他選妹結婚 他的人生應該也會 閃閃發光 所以他就回到過去 那到底有沒有給的更好呢 那對對可以去看一下 蠻有趣的 穿越劇 穿越劇 第十 進入到第十名 噳噳噳噳噹噹噹噹噹噹噹 龍之道 玉沐洪 跟高橋醫生演的 這兩個演技藝都不錯 光看這兩個男主角 就一定要看 他也是演兄弟 他妹妹是松本 所以香 很可愛 所以一定要看 我都在等他妹出來而已 講到這個 我是因為就是慢慢看很多 高橋醫生的戲之後 就覺得他真的很棒 是不是 他不是長得特帥 或是怎樣 不是 他很會演 對他很不一樣 我一看的時候 李伯你看高鐵人帥不帥 我覺得他超帥 我沒有說我覺得還好沒有很帥 但是就越看他的戲之後 覺得他演什麼像什麼 很厲害 這部在講什麼 爸媽被殺死 然後他兄弟 一個去當公務員 一個當好人 一個當壞人 一個當黑道 聯手幫爸媽報仇的故事 之前有一部什麼 流星之伴 類似什麼 如果有看過的話 流星之伴 第九名 文長賴智爺 我家的故事 我一開始以為是喜劇 但到最後又有點悲傷 最後一集他哭慘 好像哭耶 最後一集 然後這是常賴智爺 退出演藝圈最後一部戲 TOKYO的常賴智爺 大家知道嗎 退出演藝圈 你知道嗎 常賴智爺 他變幕後 對幕後 他最後一部戲 收在這個我就非常的好看 他們家是做能劇的 這種日本很傳統的能劇 以前日本是做給神明看 很古老派 對 然後插了自己的演 摔角選手 摔角選手 然後因為他爸老了 所以他回來接能劇 對 就很跳動的兩個角色 對 他著重比較多在親情 親情 富士之間的親 非常好看 從前面我不會想到最後一集 竟然是這樣的發展 第八名 第八名 蟲女青春白皮書 這部我看了兩次 蛤 你看兩次 因為那個 那個超音選看 我剛剛看了一遍 但這部戲好看在 我覺得演員太厲害 演員太厲害了 他是喜劇 太好笑了 他就是關西大阪那種搞笑的方式 然後四剛太會演了 四剛我覺得很妙 他就是演什麼像 他演什麼像說 他臉明明就長得很像搞笑藝人的 他演搞笑超搞笑 對 他一開始我發現他是演搞笑 搞笑 然後因為他臉長太搞笑 我就覺得他可能被定型在搞笑 沒有沒有 他演一個好丈夫 還是演一個好爸爸 演哭戲 然後什麼都很厲害 他IG就算200萬人的 真的 他在日本是很紅 他就在演說他擔心爸爸 然後他女兒要上大學 他很寵他女兒 所以他跟他女兒考了同個大學 一起去上大學 一起去上大學 所以你在上課你爸在後面看 看有沒有更新男生在那邊 就是有感人的 有青春啊 搞笑的真的很好笑 但我覺得題材也蠻酷的 就是可以 這不錯 所以第八名 第七名 剛結束的 離婚活動 北川景子 跟英太演 應該是這一季 我應該算最喜歡的 最喜歡的 他的職業是蠻特別 英太是演日本自衛隊 他好像是在救人的 他就做國家的機密的事情 北川景子是一個時尚編輯 時尚編輯 很跳的兩個人 一開始就說要離婚 一結婚之後就要離婚 第一集就說要離婚 然後發現他爸爸 他頂人頂目沒有離婚 他跟孟婆婆要離婚 那身邊全部人都要離婚 對整個劇裡面說的都要離婚 都要離婚 應該算結婚後再開始戀愛的一部 對開始戀愛 演技都很好 這兩個演技都太好了 那英太的身材非常好 欸你知道我英太他演技好到 我問他說 欸他是不是本來就這樣 沒有沒有我覺得他有練 他以前沒那麼壯 他真的練出來了 很厲害 第六名 Oh my boss 戀愛放別策 這完全就來看 怎麼樣跟帥哥 你自己講 少女看得細 上百十 上百十就是剛演完那個 戀愛可以持續到天長地久 對跟昨天見已經玩 紅爆了 然後接著又跟這個 遇生遇太演 對傑尼斯的帥哥 這真的是戀愛劇 這就是戀愛劇 然後再加那個 蔡蔡序在裡面 就演一個時尚編輯 然後二老闆 然後對上百十這樣 他算你比較老梗的劇情 但因為看演員 因為演員都不錯 遇生遇太就剛演完 東京大飯店 他在裡面表現不錯 所以這部也不錯 進入到前五名了 第五名 是這個戀愛的母親 唉唷 這蠻妙的 日本很愛拍出軌的影片 這個一口氣有三個厲害的女演員 木村加奶 然後吉田楊 仲里依莎 三個都很強 他不算媽媽出軌 應該說媽媽戀愛 因為有的是單身啊 就有人出軌 有人是單 離婚之後又戀愛 反正就是講三個媽媽戀愛的故事 三個戀愛的故事 你看這三個女演 他三個都是女衣的 然後跟他們的眼鏡 對三個眼鏡 非常好看 第四名 亞瑟刑事主 亞瑟刑事主 剛結束啦 主演內豐跟黑木華 他們都不看 他是演法院的故事 法院 可是不是律師也不是檢查 律師檢查官演到爛了 他們是演法官 也是刑事案件 但他們是從法官的角度 檢查官很多了 檢查官那個 99.9那一部就很好看 然後律師一堆 一頭拉枯律師劇 很少是法官 法官的很少 然後黑木華 這太厲害了 也是演什麼像什麼 黑木華應該是最後一 我覺得 古裝也很好 古裝也可以 然後這種比較 他比較正氣靈蘭的 比較古板的那種法官 他演得出來 我現在看到黑木華 巴喬一身必看 因為他們演技很好 然後木村必看 木村就是帥 他演技 我覺得他從頭到就是那樣 因為上下自由 差不多 他演技就是那樣 就是帥 但就帥 就很想看 其實十月里美也是 十月里美 我覺得他演技進步很多 來第三名了 前三名了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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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第三名是 與你在世界終結之日 這如果不是尾巴太浪 我一定給他第一名 沒有他太拖 但他第一季非常好看 第一季的前面真的是很好 他就是在演喪屍的故事 而且我那時候很驚訝 就是一個日劇 怎麼可以拍的跟電影 就是拍的跟電影 就是喪屍 就是世界全部都不見 怎麼沒有喪屍 太推薦就是他日劇整個的陣容 豪華到 就根本可以拍電影 就是拍電影的規格 但他收視率很低 我不知道為什麼 前半段真的很好看 那後面有點拖到 不知道在演什麼 這是如內良真 這是奧基達 奧基達 之前有介紹過的奧基達 奧基達 奧基達 中條才會 你不是講太正 你就是那種model 然後出來演戲太正 然後女二 幻風萬里 都是他的菜 都我的菜 這部一定要看 第二名 太強了 兩個強大的演員 天國與地獄 天國與地獄 這不很紅 我們台灣你有播 有有有有 其實很多那個 我來自本他都有播 其實條論度蠻高的 林奈瑤跟高橋一生 兩個都非常會演 對 我覺得他推薦 他們的內容 就是大概互換角色 靈魂互換 對 但他們靈魂互換到 你完全不覺得有衝突 剛才演女生 對 林奈瑤也男生 兩個都好會演 看到兩個表演機就夠爽了 結果一個是警察 然後要破案的故事 結果警察變成一個嫌疑犯 嫌疑犯變成警察 然後兩個演技又很好 這個必看 最後第一名 沒話說 我們一致認為的第一名 Netflix 出錢出資拍的 經濟之國闖關者 這沒話說 三期賢人跟土屋太奉獻了 就他們的那個場景 就是電影了 Netflix就是有錢 經濟之國就是突然間世界全人都沒了 然後你不需要一關一關過屋 然後你超辦法走出來 就是闖關 很像之前 如果以前不是去叫那個炸漆遊戲 那種感覺 然後更加力 他好像架了一個假射谷 對對對 他那個空的 常常不是說射谷街頭去 都沒人 沒有 就搭了一個假射谷 假射谷 然後旁邊就是綠幕 對 超強 就是拍電影的規格 對 他應該會拍第二集 最推薦這部 Netflix 這集好像有很多人推 這部 他在Netflix的排名 就已經很淺了 有很紅 那Netflix很可惜 他日劇太少 對 但他的日劇都很好看 然後這個AV帝王 你要拍第二集 三個小時 對 Netflix是請示保證 以上15部 當然還有很多 就是沒列進去的 這15部可以 先看完 先看完 我們沒有15部 我們還有介紹了那些拍序集 大概20幾部 我們拿其他的可以列在下面 那有的是配飯 沒有的看就放 我們就列在下面 另外一個吧 我私心推薦 好 我去年推了冰編美波 他今年發的也不錯 很多片 很多片也不錯 他有跟那個 那個 橫冰流星演的 那部沒有進來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部我喜歡 你就是看橫冰流星而已 大家慢慢知道 李伯的菜 他就喜歡那個 三下至九這掛的 然後橫冰流星這掛的 佐藤健這掛的 就有點帥帥 然後小白一點小白一點這掛的 然後阿嘎 也是這掛之掛的 不是要講一下剛剛那部冰編 美波跟橫冰流星 我們有點不對勁 但我覺得很酷 是因為他是以那個 河果汁 河果汁 很少人知道啊 去日本都會看到那種老的河果汁 對 但對他們來講那個是很有藝術 有點像藝術品 對 他是藝術品 所以這是很多種 很多種河果汁 看完之後 我們還去找說台灣有沒有在賣河果汁 當然他們 我覺得他們沒有排進15名 但他是 因為他是愛情片 就還好 我蠻喜歡的 可以去看 但我只要私心推薦 一個新的女演員 白石聖 不是白石媽媽 不是白石莫莉奈 他演恐怖新聞 欸恐怖新聞也很好看 沒有 我們那時候是因為黑木桶才看 白石聖 喔白石聖又演RS真人版 嘿 多少少男呢 欸 恐怖新聞可以推一下喔 恐怖新聞不錯啦 對 他就會接到那個報紙 你會預言說 知道什麼時候以後會死掉 嗯 是你要付出代價 然後去知道那些 就未來有誰會死掉 對 死的方都真的很血腥 給你死出來 嗯 這不適合配飯看 白石聖 然後他這一季演了一個槍彈少女 哇 宅男必看 他只好看我看了半集 我就沒看 他跟阿波看 阿波超愛 阿波跟我一起看 他就是買了 去買了一個模型之後 他睡著之後 會跳到 跳到另外一個世界 你會跟三個梅亞一起組隊 總共四隊 一次12個梅亞 然後打槍戰 他那槍是那個模型的槍這樣子 對 然後互打 然後如果你在遊戲裡面死了30 你就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喔 12個梅亞 讚 很讚喔 非常看好他 對 那以上推薦是最 我們覺得最好看的 最近真的覺得不錯 20部 20部 這一年 黃銀在家 好好欣賞 好好欣賞 推給大家 喔 如果那個韓劇追膩了 其他的 其他國家的追膩了 追到不知道追什麼 來 加入追日劇 又喜歡上日劇的 追日劇的世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有喜歡的話 幫我按喜歡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